世界门新闻网 mnewstv.com 东美贸易战硝烟弥漫的敏感时期 习近平经济智囊 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在天一要职 担任中共国务院调整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在此敏感点 刘鹤在身兼重任受到舆论关注 中共国务院副总理 中央裁办主任刘鹤 自卸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党组副书记职务之后 6月20日 官媒消息称 中共国务院调整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刘鹤担任组长 该小组副组长由中共工县部部长苗居 财政部部长刘鹤 国务院机关党组成员高宇仁三人担任 据悉 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于2009年 成员包括工业和信息化部 发展改革委 科技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19个部门的有关负责人 其他19个成员则均为副部级别 这个部门的主要职责到底是什么 为何云集如此多高层领导人 据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发布报告显示 截至2017年7月底 中国小微企业名录收入的中小微企业已达7328.1万户 这些中小企业已成为促进就业 改善民生 稳定社会 发展经济 推动创新的基础力量 而领导小组的高配置反映出的则是国务院 对中小企业工作重视程度的不断上升 实则 书里公开资料可知 领导小组虽然是国自投 但并非一个完全独立的部门 而是设在工业和信息化部 同时 他在国务院的诸多领导小组中 也是较为年轻的那一个 成立于2009年12月 至今不足9年 据悉 该小组的设立主要是为了加强 对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的组织领导和政策协调 通过通知 还可以看到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王江平 兼任副主任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马向辉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孙光琪担任 办公室成员由各成员单位相关司局负责同志担任 领导小组实行的是工作会议制度 也就是需要根据工作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召开会议 工作会议由领导小组组长召集 也可由组长委托副组长召集 会议参加人员为领导小组全体成员或部分成员 必要时可邀请其他有关单位人员参加 领导小组会议以既要形式明确议定事项 并引发有关单位 同时通过公布的名单还可以看到 小组成员的级别非常高 均为各部门的高层领导人 目前正值中美贸易战硝烟弥漫的敏感时期 川普总统18日刚刚宣布 将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10%关税 若中国再次实施报复 美国将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货物加征关税 刘鹤作为习近平执政团队经济领域的核心智囊 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还是中共18届中央委员 在中美贸易战期间 刘鹤两次以中美全面经济对话 中方牵头人的身份赴美谈判都无功而返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听取了谈判情况的人士称 中美谈判陷入僵局 双方目前没有对话的计划 这位消息人士还表示 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对此感到沮丧 他对短期内两次前往华盛顿感到恼火 5月中旬的第二轮中美贸易谈判后 美国财政部长美努欣表示搁置贸易战 但川普却明确表示对谈判结果不满 5月29日 白宫突然宣布 继续推动针对中共的关税计划 外界分析 川普可能不认可贸易谈判结果 也可能对中共小局川金会不满 5月16日 朝鲜突然威胁取消川金会 川普公开指责是受了北京的影响 5月30日 美媒华尔街日报引述一位 身在北京的政府顾问的消息称 美国突然改变打法 让刘鹤在国内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金融时报当时指出 刘鹤眼下面临的挑战是 如何确保中美之间的停战状态 能持续下去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就可能会危及这位副总理 推进其他紧迫问题 比如人民币国计划和国企改革的能力 海外阿波罗网则在相关报道中分析称 美国没有按照中共体制需要的套路出台 并不是刘鹤个人误判形势 而是中共体制的骨骑使然 在体制与体制的对撞中 中共很难适应民主制度的做法 除了其宣传攻势 左右国人的喜怒哀乐 核心问题往往一筹莫展 金融时报曾刊文称 在北京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 刘鹤拥有一份中国最糟糕的工作 亦有港媒评论时 刘鹤面临两难境地 如果态度强硬导致美国开打贸易战 他需要担责 如果为避免贸易战让步太多 又会被指卖国 时政评论员唐靖远对新旁人表示 中共在贸易战中迟早会让步 但是签署妥协协议的官员 可能在党内拳斗中 被扣上卖国软弱的帽子 这也是中共自己习惯性 煽动民族情绪捆绑自己造成的后果 大陆资深传媒人 旅月5月31日 在苹果日报上撰文透露 刘鹤认为贸易战中国不能打 要打必输 前景不堪设想 会引发中国经济总崩溃 文章列举了多个原因 一 论道义 不开打中国已经是输家 因为中国长期不遵守世贸协定 二 论能力 美国制裁1500亿 中国可以登 再多就跟不了了 因为中国从美国盐进口只有1500亿 三 论实力 美国从中国进口的 全部可以替代 有的本来就是美国自己的产品 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则不然 是国民经济的生命线 单以中国扬言要制裁的大豆说是 停止进口美国大豆或提高关税 杀绿油和猪肉必涨价 中国CPI立马直线上升 银行只得加息 加息相当于刺破中国经济金融 众多大泡沫的针尖 也就是周小川在19大提醒的 明斯基时刻的到来 说前百点 到时候中国人连中国特色的 地沟油都没得吃 更不用说高科技产品 中兴指示各例 美国全面禁止 中国已经信息化的经济军事 文化社会全部停摆 其实 这场贸易战打到今天 川普政府的要求很简单 就是要中共遵守世贸组织 公平贸易的原则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 经济学家于伟雄认为 美中两国贸易 对中国影响比较大 他说 因为中共没有这个本钱 打贸易战 若是中共为了面子 而不接受美国的谈判条件 那么只能是要了面子 输了例子 中国问题评论员恒和分析说 川普不会在贸易战中让步 中共怕被美家征关税 因为征收关税 就意味着丢掉美国市场 丢掉美国市场 就是丢掉全世界 没有哪一个国家市场 能消化那么多中国产商品 若中美经济脱钩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中共会担心什么 时政评论人士 魏普在自由亚洲电台撰文分析 他们担心的是 第一 同美国经济脱钩 中国的问题将会很大 若中国每年260亿美元的芯片进口 200多亿美元的石油进口等 被美国脱钩的话 中国经济会出现很多问题 中国进出口银行前行长 李若故在中信年会上承认 中国目前并不具备另立一个市场 和美国相抗衡的能力 如果同美国经济脱钩 中共40年来所取得的所谓成就 就有可能会大幅回落 第二 美中经济脱钩 将会导致军事方面的对立 美中双方最近在南海彼此虎视眈眈 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将会 因为美中双方的经贸关系减弱而增加 第三 美中经济脱钩 最终会导致美中关系全面摊台 中共智囊们都承认 如果经济脱钩的最坏情况出现 最后竞争的就是政治制度 他们已看到美国的朝野共识 中国的发展方向不符合美国的期望值 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在倒退 中共现在做的一切就是试图取代美国的位置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说 中美经济如果真的脱钩的话 别看最近中共智囊们说 中共已为最坏情况做好准备 中共做好了自力更生的准备 真的要重回这种闭关锁国 计划经济的时代 对中共就是意味着垮台 被推翻 李林一认为 现在中共开出的价钱 还没冲击到中共的底线 这场中美贸易战 好戏还在后面 外界认为 川普政府推进关税行动 将让未来美中贸易谈判变得前途难测 在川金会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川普暗示他将继续强硬路线 我必须做我得做的事情 我们跟中国有巨大的赤字 我们必须对此做一些事情 美国政府最初打算 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关税 但是这个数字可能改变 因为在公式期之后 一些产品从清单中去除 一些产品被添加进来 CNBC报道说 大约800到900项中国商品会受到影响 在6月初中美贸易的第三轮谈判中 中方提出购买美国近700亿美元的 农产品和能源产品 包括美国产大豆 玉米 天然系 原油和煤炭等 不过 中共威胁美方一旦征收关税 中方将不会遵守进口更多 美国农产品和其他商品协议 西方媒体普遍认为 第三轮谈判谈崩了 在第二轮的谈判后 美中贸易战暂时休战 但在5月29日 川普突然宣布 继续执行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25%关税的计划 并在6月30日前公布对华技术投资和加强技术出口管控的限制措施 这场战火被认为重新点燃 外界对美国白宫在宣布暂停贸易战之后 突然宣布对华征收重税不解 美媒分析称 这或许表明美国对中共干预川金会不满而发出的警告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部门的官员确信 中共在朝鲜问题上没有提供帮助 实际上还试图破坏川金拟于6月举行的峰会 国安官员认为不需要对中共太客气 他们支持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立场 即美国需采取更强硬的措施阻止中国 强迫美国公司转让先进技术的做法 其实川普也多次公开表示 金正恩是在和中共高层会面后出现变化的 华尔街日报5月30日援引康奈尔大学国际贸易教授的分析说 中国不愿就贸易逆差削减目标达成一致 也不愿做出更广泛的贸易让步 在罗斯即将访华之际 川普政府清楚地释放出这样的信号 美国准备动真格了 他说这种强硬姿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美国认为川金会差点流产是因为中共起了某种作用 时政评论员李林毅分析认为 在美国和朝鲜直接接触后 中间人中共的作用以后可能会减弱 美国在对中国贸易上受要挟的状况也会大大降低 事实上自3月川普公布将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后 中美高级别官员一直在进行沟通 磋商 以期通过谈判解决 不过从目前三轮谈判的结果看 由于双方认知差距甚大 双方并没有达成双边都可以接受的协议 而川普批准加征关税 昭示着早前雷声滚滚的贸易战役不可避免 川普近日在接受福克斯专访时表示 在对付中共不公贸易上 他的立场会非常强硬 中共可能会有点失望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 外界会看到他的立场有多强硬 而且中共明白我们将要做的事 北京高层明白川普将要做的事并不难 难的是如何应对 一种做法是跟进美国 同样对5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不惜一切代价打贸易战 一种做法是不跟进美国 顺势而为改变国内经济携购 即按照国际公认的市场经济的原则 退出或放松对经济活动的控制 改变中共一方面通过扶持国有企业掌控经济 另一方面通过设置一系列不对等的贸易壁垒 阻挡外国企业进入中国的做法 而无论采取哪种做法 对北京而言都很难受 很多中国人应该都记得 三月在川普加征关税的消息 以及四月初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发布后 中共官方和媒体如同打了鸡血 相当强硬的予以还击 除了高调撑要奉陪到底 美方是搬起石头 罚自己的脚 绝不屈服外部压力 精准打击 以及很自负地认为 这场贸易战 中国有底气打赢等外 还苦口婆心地告诫美国 赶快悬崖论马 否则美国人民将遭受巨大的损失 云云 与此同时 中共商务部还宣布 对原产与美国的大豆 汽车等106项商品加征25%的关税 不过并未确认具体实施日期 指示称将是美国政府 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实施情况 另行公布 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5月的报道 中共海关官员开始 对来自美国的进口水果 牛肉 福特汽车等进行更为严格的检查 从而导致部分水果还没有上市 就在港口腐烂 中共之意当然是打击支持川普的 美国农民和企业主 不过 关系美国老百姓辛苦的 中共却一直回避的一个问题是 美国加征关税如果实施后 对中国老百姓的真实影响是什么 按照常识来说 美国对进口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自然对美国人也有些许影响 如部分商品价格上扬 与中国的订单被取消 农民生计受到影响等 但这对美国的影响应该在其可接受的范围内 4月 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曾告诉国家公共电台 中共为了削弱我们的意志和决心 就是图针对我们的农业领域 征税 因为他们认为那样做可以达到政治目的 他们认为 川普总统可能不会那么坚定 他表示 中共没有对美国的关税做出优雅反应 停止这一切他们正在做的坏事 而是攻击美国农民 这是多么讽刺 我认为这对美国人而言是当头棒喝 无疑 中共的策略并未奏效 然而对北京而言 美国加征关税所引发的连串效应 却难以估量 因为这意味着中国出口的产品价格提高 从而导致其在国际市场上的同类商品竞争力下降 而东西卖不出去 就意味着国内的出口企业没有收入和利润 企业和职工就会都难以生存 失业加剧 这将不仅影响中国的GDP 对本已举步为先的畸形经济更是雪上加霜 而且也必将成为导致社会的又一步稳定因素 不仅如此 如果北京跟进美国 对来自美国的农产品加征关税 必将对中国的民生产生影响 比如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大豆高价进口 很可能会导致豆油 饲料 肉类产品价格的上涨 这样的上涨很可能会导致不少企业 民众生计受到影响 对此 本就饱受中共剥削的老百姓还能忍受多久 不过按照中共所传递的牙字必报的资讯 一直是民众为草解的 中共未必将民众受到的影响摆在第一位 极有可能在美国公布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后 即采取对等的报复措施 而此举必然引发美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比如在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或者出台其他限制措施 令北京尴尬的是 中国每年对美国出口额约5000亿美元 而进口额则大约为2000亿美元 中国每年有约3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这巨大的顺差决定了中共报复美国的招数极其有限 相反美国若要打击中共则十分容易 早前一个中兴被美国制裁 就重重打了高声叫让的中共的脸 而且在美国国会的阻挠下 中兴能否翻盘依旧是个问题 那些高调称要奉陪到底 美方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中共官员 内心就不担心下一个中兴的出现吗 因此北京若想与美国奉陪到底 需要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需要知道这将给中国社会带来怎样的震荡 清华教授孙立平曾言 中国打不起没法打 那些细节上的优劣势是无足轻重的 关键是如下几个因素 在资源方面 美国自然资源的秉赋 可以使得其在闭关锁国的条件下 也能发展相当一段时间 而我们的资源严重依赖外部市场 最尖端的技术大多掌握在美国手里 而我们要严重依赖美国的技术 我们的外汇绝大部分来自于美国 没有这些外汇 必须的粮食石油和晶片等都没 办法进口 美国有众多的盟友离开中国 虽然经济也会受沉重打击 但仍有广大的市场 而我们则没有这样的条件 目前 从外界释放的资讯看 北京部分高层应该是意识到贸易战是没法打的 也在软化态度 比如提高美进口商品订单 降低关税 扩大开放等 但这些并没有触及到美方西季的结构性变化 贸易谈判脚折就是明正 如今 面对着美国加征关税 北京若跟进 则后果难以预料 若不跟进 虽然打了自己一记耳光 让中国老百姓更开心了中共色力内人 但尚属明白自身处境 显然 对于北京高层而言 可选的路并不多 如果能顺势而为 后退并且配合 真正的为百姓扶植考虑 或许会寻找到一条生存之道 否则 贸易战的风暴只会来得更猛烈 美国官员透露川普放声中兴的真实原因 在经过近两个月的停牌之后 6月13日 中兴在香港和大陆同时复牌 当天 中兴市值蒸发了131.24亿元人民币 业界估计中兴将有四个跌停的幅度 6月7日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表示 美国政府与中兴通讯达成协议 让中兴在缴纳14亿美元 完全撤换管理层及其他条件后恢复业务 早前美国商务部表示 尽管川普团队已和中兴达成放声协议 不过在中兴缴新罚款之前 禁令仍然会继续持续 在川普政府放声中兴后 引起美参议院两党议员的强烈反弹 并试图推翻白宫跟中兴的和解协议 6月11日 美国参议院两党议员达成共识 在国防授权法案中加入禁止中兴 从美国供应商购买零部件的附加法案 意在阻止川普解除对中兴的制裁 美国白宫6月13日 对中兴和解协议辩护称 对中兴有关法则是商务部 历来最严厉的执法行动 将会确保中兴为其违规行为付出代价 公司最后的机会 6月10日 他在福斯新闻上表示 川普这样做是他个人对习近平给予的帮助 是为了在新加坡举行的川金会等 更重大的事情上展现出一定的善意 此次中兴虽然死里逃生 但对美国来说 最大收获是找出了中共的软肋 同时也对其他有违规行为的公司 起到一次政策作用 港媒报道说 从长远中美决力的角度看 美方今次对中兴出手 目的未必是要扼弊中兴 而是要暴露中共的软肋 在未来的中美博弈中震涉中共 世界门新闻网 mnewstv.com 为促进就业 改善民生 稳定社会 发展经济 推动创新的基础力量 而领导小组的高配置 反映出的则是国务院 对中小企业工作重视程度的不断上升 实则 书里公开资料可知 领导小组虽然是国自投 但并非一个完全独立的部门 而是设在工业和信息化部 同时 他在国务院的诸多领导小组中 也是较为年轻的那一个 成立于2009年12月 至今不足9年 据悉 该小组的设立 主要是为了加强 对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的 组织领导和政策协调 通过通知 还可以看到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王江平兼任 副主任由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小企业局局长马向辉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 孙光熙担任 办公室成员 由各成员单位相关司局 负责同志担任 领导小组实行的是 工作会议制度 也就是需要根据 工作需要定期 或不定期召开会议 工作会议由领导小组组长召集 也可由组长委托副组长召集 会议参加人员 为领导小组全体成员 或部分成员 必要时可邀请 其他有关单位人员参加 领导小组会议 以纪要形式明确议定事项 并引发有关单位 同时通过公布的名单的影响 5月30日 美媒《华尔街日报》引述一位身在北京的政府顾问的消息称 美国突然改变打法 让刘鹤在国内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金融时报当时指出 刘鹤眼下面临的挑战是 如何确保中美之间的停战状态能持续下去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就可能会危及这位副总理推进其他紧迫问题 比如人民币国计划和国企改革的能力 海外阿波罗网则在相关报道中分析称 美国没有按照中共体制需要的套路出台 并不是刘鹤个人误判形势 而是中共体制的骨极实然 在体制与体制的对撞中 中共很难适应民主制度的做法 除了其宣传公事 左右国人的喜怒哀乐 核心问题往往一筹莫展 金融时报曾刊文称 在北京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 刘鹤拥有一份中国最糟糕的工作 一有港媒评论时 刘鹤面临两难境地 如果态度强硬导致美国开打贸易战 他需要担责 如果为避免贸易战让步太多 又会被指卖国 时政评论员唐靖远对新旁人表示 中共在贸易战中迟早会让步 但是签署妥协协议的官员 可能在党内拳斗中 被扣上卖国软弱的帽子 这也是中共自己习惯性 煽动民族情绪捆绑自己造成的后果 大陆资深船还可以看到 小组成员的级别非常高 均为各部门的高层领导人 目前正值中美贸易战硝烟弥漫的敏感时期 川普总统18日刚刚宣布 将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10%关税 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货物加征关税 刘鹤作为习近平执政团队经济领域的核心智囊 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还是中共18届中央委员 在中美贸易战期间 刘鹤两次以中美全面经济对话 中方牵头人的身份赴美谈判都无功而返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听取了谈判情况的人士称 中美谈判陷入僵局 双方目前没有对话的计划 这位消息人士还表示 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对此感到沮丧 他对短期内两次前往华盛顿感到恼火 5月中旬的第二轮中美贸易谈判后 美国财政部长梅努钦表示搁置贸易战 但川普却明确表示对谈判结果不满 5月29日 白宫突然宣布 继续推动针对中共的关税计划 外界分析 川普可能不认可贸易谈判结果 也可能对中共小局川金会不满 5月16日 朝鲜突然威胁取消川金会 川普公开指责是受了北京的没人屡约 5月31日在苹果日报上撰文透露 刘鹤认为贸易战中国不能打 要打必输 前景不堪设想 会引发中国经济总崩溃 文章列举了多个原因 一 论道义 不开打中国已经是输家 因为中国长期不遵守世贸协定 二 论能力 美国制裁1500亿 中国可以登 再多就跟不了了 因为中国从美国年进口只有1500亿 三 论实力 美国从中国进口的 全部可以替代 有的本来就是美国自己的产品 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则不然 是国民经济的生命线 单以中国扬言要制裁的大豆说是 停止进口美国大豆或提高关税 杀绿油和猪肉 避涨价 中国CPI立马直线上升 银行只得加息 加息相当于刺破中国经济金融 众多大泡沫的针尖 也就是周小川在19大提醒的 明司机时刻的到来 说前百点 到时候中国人连中国特色的地沟油都没得吃 更不用说高科技产品 中兴指示各例 美国全面禁止 中国已经信息化的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全部停摆 其实 这场贸易战打到今天 川普政府的要求很简单 就是要中共遵守世贸组织公平贸易的原则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经济学 世界门新闻网 mnewstv.com 中美贸易战硝烟弥漫的敏感时期 习近平经济智囊 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 刘鹤在天一要职 担任中共国务院调整国务院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在此敏感点 刘鹤在身兼重任 受到舆论关注 中共国务院副总理 中央财办主任刘鹤 自谢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党组副书记职务之后 6月20日 官媒消息称 中共国务院调整国务院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的通知 刘鹤担任组长 该小组副组长 由中共工县部部长苗居 财政部部长刘鹤 国务院机关党组成员高宇仁三人担任 据悉 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于2009年 成员包括工业和信息化部 发展改革委 科技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19个部门的有关负责人 其他19个成员则均为副部级别 这个部门的主要职责到底是什么 为何云集如此多高层领导人 据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发布报告显示 截至2017年7月底 中国小微企业名录收入的中小微企业已达7328.1万户 这些中小企业已成为